新的連線消息 我們要帶您一起來關心 卡路颱風外圍環流跟西南風的影響 在南投山區下起了大雨 在上山的路上 有很多處都有路石灘邦的現象 目前的現場之音狀況 我們連線給記者力聽 好 各位觀眾 持續為您守候在南投縣普里鎮 可以看到呢 剛剛我們在這個中山路一段呢 是恢復了單向通車 沒想到在我們上山的路程中 可以看到 現在又發生了這個道路阻斷狀況 這個大型山貓 現在是不斷地在加強 在搬運這個土石 而且我們從更遠處看 這個下坡的地方 是已經完全被土石給掩埋住了 而且上面還有 不斷地有水這樣子流下來 看起來就十分的危險 所以現在呢 因為很多車子是卡在這個山洞這裡 沒有辦法上山 所以現在他們也在加強的施工當中 帶您看一段現場畫面 因為等很久了嗎 可是等很久了 現在有預計說等到什麼時候就可能就下山了 可能沒有辦法上去了 好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現場呢 是正在如火如荼的施工當中 而且像旁邊也堆起了非常多的土石 從山上流下來的這個雨水呢 更是不斷地流淌 也增加了這個施工的困難度 還是要提醒民眾 如果非必要的話 盡量是不要上山 而且目前呢 就在仁愛鄉這邊的橋呢 也因為上面的這個雨水狀況實在太嚴重 所以預防性會預防性封閉 提醒民眾 沒事千萬事不要上山 以上是想要對一件消息 把時間鏡頭交換棚內 哈囉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